国际焦地我们持续来关心的就是以色列有持续对加萨走廊进行轰炸 那么在黑暗天空当中可以看到明显的炮弹发射的亮光 加萨走廊卫生部就表示至少有3785名的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的空袭下丧命还有12493人受伤 另外加萨有44名的医疗工作者丧生 那么四家医院是没有办法来提供服务的 还有14项基础医疗服务是停止运作 国际慈善组织反饥饿行动就警告说 加萨缺水缺粮卫生危机是已经到了边缘了 好来看到的就是以巴冲突已经持续快两周了 那么最近的加萨医院的轰炸事件 更造成了巴勒斯坦死亡人数高达将近3500人 哈马斯和以色列军方都互相来指控对方 阿拉伯国家则是认为是以色列所为 所以抗疫蔓延扩大 那么以色列则是已经在边界部署了部队 还有坦克车准备要来进攻加萨 黑夜中一声巨响燃起橘色火光 位于加萨的阿里阿拉伯医院 17号遭到空袭造成近500人丧命 现场血迹斑斑 附近车辆也被烧到焦黑只剩下骨架 惨况引发阿拉伯国家愤怒 哈马斯指控以色列滥杀无辜 对于指控以色列军方坚决否认 表示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发射一枚火箭炮石失误所造成的 以军为了证明说辞 公布哈马斯武装分子 讨论火箭弹发射的对话情报显示 他们发现发射失败 还确切提及阿里阿拉伯医院 西南军事分析家也指出 根据医院附近找到的弹坑来看 以军的说辞是合理的 不过对于凶手现在仍众说纷纭 我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分析 足以造成500人丧命的火药威力 必须非常强大 但目前巴勒斯坦人使用的武器 火箭弹长度只有1公尺 大概108公分 根本不足以酿成如此重大的伤亡 重量它的威力就是6公斤 6公斤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亡 整栋建筑 那500个人不可能的 这个一定是重磅攻击 加上这次医院遇袭惨案 单就巴勒斯坦已经有将近3500人死亡 而且大部分都是无辜的老百姓 联合国及各国纷纷呼吁停火 不过以色列媒体指出 目前以军已经召集超过30万后备军人 并在靠近加萨走廊的农田 平原和村落 停满了格梅卡瓦主力战车 自走炮 以及数以千计的全副武装步兵 一旦地面战事爆发 无法阻止的人道惨剧 没有人乐见 记者综合报道 而中东半岛电视台 在当地时间17号晚间 就来播出一段实况画面 这段画面可能就是攻击加萨 阿里阿拉伯医院的重要证据 我们来看一下CNN引用画面的报道 new video has emerged this is captured by Al Jazeera what you're watching and it appears to show a rocket fired from Gaza make a sudden and sharp turn back or where it came from just moments before the explosion at the hospital CNN has also geolocated a video where you can hear whatever caused that blast listen 好 画面当中看到加萨地区的上空 出现一个疑似炮弹的明亮物体 那县市朝高空直飞 在空中连续闪了两下之后 突然急转改变了方向 并且发生爆炸 半岛电视台公开了这段爆炸 发生前20秒的直播画面 那现在成为了这起事件的 第一个重要证据 目前有一种推论呢 这是根据美国范德堡大学 助理教授甘农他指出 就是因为医院地面爆炸的范围 似乎很小 这代表撞击可能是残留的火箭燃料 造成的并不是弹头爆炸 不过以哈双方目前还是各说各话 还有待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组证 好 现在看到尾巴冲突 正在激化当中 那美国国务院是罕见的发布了 全球警戒的旅游警示 以及海外美国公民要强化 注意个人的安全 那么警示当中就指出了 美国公民应该是意识到 全世界不同地区局势 更加的紧张 有可能发布恐攻 有可能发生恐怖攻击 那么以及针对了美国公民 和利益的这个示威 或是暴力行为 国务院呼吁国人 在观光客长序的地方 应该要保持警觉 并且要记得注册 这个执行者登记计划 万一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 才可以更快的被找到 尾巴战争现在战事白热化了 我国外交部终于好宣布 这要在今天派专机去撤侨 这个真的是慢板牌 看到台美挺以色列专家就大爆内幕 说以色列的总理在战争前被爆 涉滩还废掉了司法权 那么美国挺他是不是有特殊原因 尾巴战争白热化 三十多国一周前就撤侨 外交部长吴钊燮 十八号却还在立法院 拍桌呛立委说没必要撤侨 十九号赶紧宣布台湾也得撤侨 预计十月二十号撤侨专机会 从以色列台拉维夫机场起飞 同天下午飞抵意大利的 罗马国际机场 国际专家爆料说 蔡政府听以色列说是因为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其实跟民进党很像 都想靠着美国来搞独立建国 而战争前 以国总理纳坦雅胡 因为涉滩被调查 但他竟然怎么做 他在法院有非常多 即将被控诉的事例 居然把行政立法司法中的 司法权给取消掉 引发了以色列这个民主国家 极大的震撼 那个时候闹到有很多人 都会觉得纳坦雅胡 简直是疯了 不止以国百姓走上街头抗议 甚至传出连飞行员 都拒绝上飞机 如今以色列违反战争法 疯狂K战 美国却还是立体 纳坦雅胡 马上宣布 我们这场战争是没有限制的 什么叫没有限制的 南京大屠杀就是没有限制的 以色列的部队 一旦进入加大走廊 那真的是杀戮战场 光是坦克车走过去 那个人就非常惨 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 这个是一个悲剧也是个遗憾 听到美国想要对以色列 乌克兰和台湾包裹军援 正在警告千万别受美国摆布 事实上很多人都评估 先是乌克兰 然后是巴勒斯坦 然后最后就轮到我们这 大家都吓死了 没有人不怕的 战争永远不是人的一个选项 美国现在的做法 美国人的话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维持美国的利益 所以它会挑动战事 让别人乱 如果台湾乱了 台湾所有的钱 就会跑向美国 说我们用拿一千亿的美元 把乌克兰 把以色列 把台湾都绑在一起 莫名其妙啊 千万千万不要发生战争 千万不要相信美国这一套 千万不要相信 把台湾可以跟乌克兰 跟以色列可以绑在一起 乌克兰打不赢俄罗斯 哈马斯打不赢以色列 你认为台湾可以吗 一场大战 让涉探的总理政治生命 起死回生 美国重庆当中东老大 得到立业 死的却是百姓 蔡政府难道真想让台湾 和以色列 乌克兰同等命运 记者杨杰旭光华 SN小组台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或讨计要 immagre jump bir minute 明镜需要你сят ��井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年轻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